今天分享一个罐头架的祖床水饺秘方 当然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成水饺或煎饺 喜欢吃饺子的朋友啊 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的配方 将高丽菜剁碎 加点盐巴3克 搓一搓捏一捏 静置20分钟等待出水 这段时间可以准备做尖角外皮 选用鼎太风专用面粉 一看就知道很高级 准备25克的热开水分2-3次加入 边加入边搅拌面粉 让面粉呈现雪花状态 再来就可以用力把它们团结集中 先揉出一个圆就好 静置一个小时 再来将洋葱切丁 喜欢吃韭菜这边可以换韭菜 高丽菜沥干但要保留一点点水分 姜、猪肉、胡椒粉、糖、酱油、香油、米酒、洋葱、蒜头 通通通加入慢慢的搅拌 然后静置半小时入味 再次拿起你那小面团 将它搓一搓揉一揉 再碎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过后将面团滚成仓条转 然后切成8克大小的面团备用 本全部切好后 就可以学顶太风师傅那样将面团擀圆 当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我 一张都擀不圆 这边就可以买现成的水饺皮 就可以了 省时又省力 再来就是最重要的包饺子桥段 拿出腌好的馅料 挖一尺放在薄皮里 把好捏紧一个祖传饺子就吃 但是这次做的是锅贴 就来分享一下锅贴的故事 据传北宋建农三年 因皇太后桑事刚傍晚 宋太祖因食欲不振 午后独自在院中散步 突然一股香气飘来 顿时心广神怡便循着香气走到狱上房 但见狱厨正将没煮完的饺子 放在铁锅内煎着 太祖也好几天没吃了 此时香味勾起了食欲 又让狱厨拿几个尝尝 这一尝不要紧 尝完后觉得焦脆软香 实在太好吃啦 一连吃了四五个 后来问这个叫什么名字 狱厨们一时打不上来 太祖看了看用铁锅煎的饺子 就随口说就叫它锅贴吧 包好饺子后就准备一下 不沾锅上面上一点油 油是为了将底部煎成一点点的焦香 然后依顺序放入饺子 煎三到五分钟左右 再将一百公克的面粉水倒入锅内 煎至底部金花出现 就可以准备出锅啰 自己擀出来的皮很薄 锅贴看起来也是晶莹剔透 底部的面皮传来正正的焦香 一口吃下去 满满的馅料在嘴中扩散开来 剥开来看里头的内馅 内馅饱满 里头还保有一点点的汤汁 再来看看现成的水饺皮 皮比较厚 吃起来多了一份面香 底部的部分也是香脆好吃 适合喜欢吃面香的朋友 这一集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么我们就下一集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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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